好 各位我們來交超連結 超連結是什麼就不用我太在講了吧 這就是那個點下去就會跳出去 跳出去就會跳出去 我們分外部連結跟內部連結 我們先來交外部連結 假設我們在網頁上這幾個字 你按下去要跳到另一個網頁 你就先用什麼 先把它反白 按左鍵反白跟它圈起來 然後按什麼這個連結 按這個連結 沒有 這幾個字 所以這邊是這幾個字 然後把你要的什麼 把你要的網址打進去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當然也可以把網址直接摳進來 沒問題 唯一你要再考慮是這個一個地方 你如果點這個東西 你按超連結它就會跳到新視窗 那你如果沒有按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會在同一個視窗裡面呢 直接把它換過來 沒關係 我測試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沒有要開新視窗 我們先跟它確定 OK好確定 你看這裡就有了 對不對 來 然後我們也跟它存檔 我們也跟它存檔 我之前已經存在FFF了 已經存在FFF了 把它打開有沒有 打開 你看就是這裡 這一個嘛 這個是FF對不對 好然後呢 點下去 PC用跳出來了 你看 它直接在這一個瀏覽 在直接這個頁面換 直接在這個頁面換 好 OK 然後呢我們再test一遍 我們剛才有講 你看 一樣可以再把它圈起來 再把它圈起來 再按一遍 剛才這裡有沒有 它 你剛才的資料都在了 換句話說你是可以再編輯的就對了 我們這一次呢按什麼 新式窗 注意喔 這次按新式窗 我們看看會有什麼效果 儲存 OK儲存 好 然後呢我們再把它叫出來 新式窗 這次新式窗對不對 注意喔 這次注意喔 我們先把它關 先跳回去 好 那個 鋁肉 這裡這裡 你看喔 你仔細看這邊 它會跳新式窗出來 有沒有 一個新式窗出來了 有沒有 一個新式窗出來了 這邊是FF嘛 這邊是新式窗 剛才沒有新式窗 會直接在裡面 轉過來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會了沒有 我跟你講 真是超級簡單到快不行了 這就是composer的好處 你會了吧 就是composer它就是這樣子 好 那 照片也一樣 這是一張照片對不對 這是一張照片喔 我們之前有教過你插入照片 我們照片可不可以超連結 照片也可以超連結 好 同學 我們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喔 這邊有一張照片 對不對 這裡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照片應該點兩下 我們要照片本身 點下去可以做超連結 這裡有一個連結 有沒有 有 按這邊就行了 一樣HTTP 打你要的網址嘛 或者這一次換一下 好不好 換一下不要每次都PC 我們換一下我的影像 部落格 你可以直接把它摳起來就好 有沒有 複製 你直接把它摳下來就行了 你直接把它摳下來 K上 這樣就行了 確定 確定 這樣就行了 儲存 儲存 然後呢 這個FF這裡呢 把它摳落 OK 這裡啦 這裡跟它摳落 有這裡對不對 現在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這一個 這個照片 有沒有 就泡出來了有沒有 這個FF就變這個東西了 換句話說 圖片 圖片的本身 你點下去 它也可以跑出來 這樣你會了吧 不管是文字還是圖片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 我們現在在學內部的超連結 這剛才是外部的嘛 點出去 什麼叫內部的呢 來我們先 先把那個 弄得很長 這樣才有辦法跳來跳去嘛 好 我們假設在這個地方呢 比方說這個地方是什麼 夜末 好不好 讓你知道這個地方是夜末 OK 拿個這個地方 隨便找一個地方好 這邊是什麼 夜中 好 怎麼樣 有一個東西 一按下去呢 好 這邊 再打一個好了 按下去好了 我們從這邊按下去 然後要它往下跳 比方說跳到夜末 這樣子要怎麼做呢 超級簡單的 喔 簡單快不行了 真的 非常簡單 你要是用那個會做個半死 這個很簡單 既然是要跳到這邊 這個地方什麼 你要跳到的地方 先點一下 讓它在這邊閃 找什麼 瞄點 瞄點嘛 有沒有看到 瞄點就是插下去的地方 插下去的地方 就是它要跳到的地方嘛 很好背嘛 對不對 好 按一下瞄點 打一個名稱喔 叫A1 要打英文啊 英文或中文 英文或數字 你不要打中文 在肯破的中文 會出問題 A1 或V2 就是這樣子 OK A1 記起來喔 你要記起來 這裡就是A1 你看 有一個 毛點出來了 好 然後呢 假設我要在這個地方 按下去 就跳到下面的話 一樣 你先把它反白起來 按連結 按連結 這一次呢 不用在這邊輸入網址 不用 按哪邊 按這裡 有沒有 剛才A1這裡已經有了啊 你要注意A1喔 你如果用很多之後 他們有一連串的數字 找到你要的那一個 你要的那一個名稱 按A1 OK 按A1 確定 這樣就好了 按A1確定就好了 來 儲存 儲存給你看 好 再reload一遍 按下去 對不對 要按了喔 要按了喔 等一下它跳了喔 按下去 沒有 就跳到夜末了 是這樣子 就跳到夜末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跳到夜末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 然後呢 我們再 再多打幾個字啦 這樣夜中會看起來 比較有效果 好 然後呢 這一次呢 這一次一樣 假設我們要從這個地方按下去 跳到夜中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夜中的這個地方呢 夜中這個地方 點一下 然後一樣 瞄點 這是跟它打一個A2有沒有 A2確定 好 又一個瞄點了喔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假設啦 這個地方按下去要跳到 夜中的話 連結 連結 OK 按這邊 連結要找這邊喔 有沒有A2A跑出來了 OK A2好 確定 好啦 跟它儲存 我們再把它打開 這個地方 旅路 沒有喔 按這邊 這裡喔 按下去 有沒有 怎麼沒有沒有到夜中 有喔 其實你往上看一下 你看 馬上就跑到夜中了 換句話喔 你如果按在夜中這裡呢 它其實 真正 對電腦而言 它其實這個夜中會 會停在這個地方 它會停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聰明的話 聰明的話 不說聰明啦 一般而言 我們如果要看到夜中的時候呢 各位這個地方是小技巧啦 你不要把那個什麼 你不要把那個 毛點呢 直接打到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會直接跳到什麼 瀏覽器的上面一點點 有沒有 夜中這個地方 你點下去的時候呢 它會跳到 跳到瀏覽器的上面 剛好看不到啦 就像這樣 剛好看不到 但其實也有在 可是我如果要看到夜中這幾個字的話 你應該怎麼樣 在夜中的稍微上面一點點的地方 應該插在這邊 比方說 毛點嘛對不對 這次我們跟它A3 你應該把它插在這裡嘛 A3 有沒有 好 那假設我們從這個地方按下去好了 這個地方 按下去就要到夜中嘛 那個連結 A3 找一個A3 確定 假設確定了 儲存 換句話說 我們其實希望它跳到夜中啦 但是我們稍微把它放上面一點點 這樣 在頁面就會看到了 一樣 這時候看FF 一樣再把它reload一遍 記不記得 這邊 你看喔 要按夜中 有沒有 其實我們的毛點是插在這裡對不對 我們的毛點是插在這邊 所以這裡會剛好在這裡嘛 你看 因為這樣你就看得到夜中 有沒有 這就是 內部連結 這個就是內部連結 跟剛才的外部連結 然後呢 我們用composer來做的 我們用composer來做的 有沒有 超簡單的 超簡單到快不行了 就是這樣 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